准备 《准备成绵最爱》 《准备成绵最爱》 《准备成绵层 everywhere》 《准备成绵最爱》 《准备成绵 ayudar》 《准备成绵举》 《准备成绵》 2、3、2、3、2、3、4、3 像我现在有个任务交给我 第一个想到是彭飞 现在我给你出一种情况 刚才派出的两名政策队员 在政策过程当中已经牺牲了 现在进行处置 彭飞 特战出身的军事干部 搜索准备 开始 走慢一点 对 先走慢 把两个脚放稳 脚不要勾那么多 脚步 对 脚步 不要去磕脚根 稍微快点 对 对 对 两个脚贴稳定 话不多 甚至腼腆 但是呢 淳朴 上进 勤奋 数字全面 2018年1月 武警江西总队干诸支队机动大队成立 彭飞被任命为首任大队长 负责起整个大队的军事训练任务 刚刚我看到有几名同志 一个就是这样 搜索的时候 看起来是在观察 但是你观察了没有 你看清楚了你的情况没有 你的眼睛转到哪边 枪到哪边 这个都有动作要理 都有动作要理 我们去军队大队的时候 只要每次去 他每次都是扑在训练的 他这个脸上是晒得黑黑的 一身汗 一身磷 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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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不错 然而就在这时 彭飞却被检查出一种病患 需要看一刀做手术 小时候嘛 当时还小 村里面呢 经常有几家有电视啊 看这个电影 可能《地道战》啊 地雷战啊 《闪闪红星》啊 这些电影 都是抗日的这个战争片 应该说那个时候看了这些电影呢 虽然那个时候年纪还小 就跟在心里埋了一个 从军的这种种子一样的 很向往那种 为国家这种去战斗 这么一种场面 所以当时啊 这个在自己心里面呢 也非常向往这种从军 这么一个道路 算是埋下了一个种子 2000年彭飞参军入伍 刚到部队时 他就老着一股劲 希望能在训练场展示自己 当时新命连 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那我们新命连就组织去 练了一上午 收抄之前就组织 跑了一趟全程 当时有些障碍都还没过完 我记得当时那种老实障碍 我是第一次跑 两分17秒 刚才练豪钩的时候呢 就站在边上 那个豪钩啊 就感觉好宽不敢跨 但是真正跑全程的时候 也就跨过去了 成功跨越了训练场上的障碍后 彭飞更加自信 他日复一日的苦劣 很快就在同年度的新兵中 崭露头角 满了18岁 都是成年的 就男子汉 没有什么不行的 没有什么吃不消的 这个时候反正累一点 休息一下 照样生龙活活 没有什么不行的 只是说你能不能坚持 你想不想坚持的问题 新训结束后 彭飞被分配到了直勤中队 因为表现突出 2002年2月 他又被调到机动支队 然而 当他走进特战训练场后 他发现自己的军事素质 还比别人烙了一大截 当时我们中队有几个河北兵 体能比较好 尤其是五公里 你跑起来 从起点 你可能看到他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你就只能在中点看到他 那我每次就跟着他 起跑就跟着 每次咬一咬跟着 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差距越来越缩小 后面我们也跟他们差不多 也能拿到这种水 我这个人可能性格是这样的 就是比较好强 也不是说非要争第一 作第一 但是总感觉 比别人落 落在后面 就感觉 就想要去超过去 不甘于这种现状 不愿落在别人后面 就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 彭飞每天给自己加操加压 跨障碍 拧攀登 爬锁降 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彭飞就赶了上来 并且在年底成为当年 全支队的军事训练奸子 咬咬牙 坚持 别人 做一次 我做两次 别人做十次 我做一百次 脑子里面 始终想着坚持 确实感觉身体吃不消的时候 就是想着 自己来了部队 那就要好好干 就要在部队干出个样子 就是一种信念 一年后 彭飞又报考了军校 在军校的学习过程当中 当时毕业之前 那个学校有一些教员 找到我 想看看能不能留在学校认教 这就我意见 在军校认教 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然而彭飞却不这么认为 两个腿跟弹簧一样的 跟弹簧一样的 保持这种角度走 包括运动目标 运动目标 包括你后退 或者车向移动 车向移动 你怎么设计 我们现在 这部队感觉还是要到基层 带兵 更锻炼自己 也更能实现自己理想 报复 彭飞最终被分配到了 干西平乡 从机动中队排长 到侦察参谋 再到机动中队中队长 彭飞一直在特战训练一线 带着大家一起 向这个更好的名词 更好的成绩 这种去锻炼 去提高 我感觉很有意思 下50米地线 丢进 把关系 2010年底 红飞带队参加了全总队 特战应急小峰队敌 这是对他军事训练成果的 一丝检验 当时是全总队 每21个机动中队参加 我们支队是第9名 对我们这种小支队来说 第4排名来说 已经很大的突破 当时我们搞完了 支队单位成员 都在我们中队迎接 庆功给我们 感觉跟我当兵的初衷 慢慢地契合了 你看你的弹 都是往这边爬的 说明你扣翻机 都是左下压强 你左手是什么用镜 你给我说 正直往后抱 然后稍微往下面带点 往下 再往后 就在训练成绩 取得收获的这一年 彭飞还收获了爱情 聚强的时候 力量一定要用上去 当时我们副支队长 他爱人呢 跟我老婆是一个单位的 然后刚好那是治完情 回来没事的 我们副支队长 刚好跟他老婆那里 约好 约好 带我过去 一起见着面 但是他们是穿的 那个冬季长服嘛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穿上就是军装之后 就感觉这种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沉稳的这种感觉 从小看电视 可能对军队 特别有一种情节 就是有时候也会被 很多画面啊 被感动啊 因为我当时穿着军装去的 可我爱人现在开玩笑 他说如果你不穿军装 我就不找你了 开玩笑讲 也正是这句玩笑 让鹏飞认定 这个叫孟丽君的女孩 爱的是穿军装的她 将来一定会支持 她部队的工作 富裕保健院准备是 送她爱人到上海去 资格培训 资格培训之后 她爱人的工资待遇 包括今后的岗位 需求这块 应该说都说 有很大的一个福利 当时爱人找她商量 主动放弃 这是培训的机会 她如果去上海进修的话 小孩在家没能管 就我妈带着了 老人家带着 肯定有时候也不方便 怎么说呢 一个家总得有一个人付出 总得有一个人牺牲 没有两全其美的 今天是算早的 但是如果太晚的话 就会有点害怕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说放弃 她也是一个有理想 有目标的人 只能是没办法 我感觉 在我看 我觉得很感动 2018年 冯飞调任赣州支队 机动大队大队长 夫妻俩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我比较理解 他们这种工作 因为我自己 在医院里面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也需要得到 家人的支持 是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 就是觉得打个电话 就很自足了 就是有个电话就可以了 我对她的要求不高 不是说 我一定要你陪在我身边 你知道 每天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 孟立军说 困难她能克服 她只担心 彭飞不懂地照顾自己 尤其担心 她额图上 新长出来的黑色斑块 这个出了很多汗 会稍微有点痛 跟她聊天过程 讲了一下这个事情 把她记得心里 叫我拍个照片 发给她 后来我就 拍个照片 给我们皮肤科的同事 我们皮肤科的同事说 她说我建议你 去做个病理检查 我当然我就吓到了 因为 虽然我不搞这种科的 但是我知道 需要去做病理的话 她肯定是怀疑 有什么病变 所为医生 孟立军心里清楚 此时彭飞的病情 必须紧快去诊 她交集了手头的工作 请假赶往看住 我就说我们去检查 她说现在哪有时间 去检查 因为他们是八月 八月份比五万 她说我现在每天忙 那要死 哪有时间去检查 我说不行 我说就是要去检查 她说没时间 我刚刚看了一下 大家坐 柜子在这里 我们有些同事 换车子的时候 身体是起来了一下 再下去 你就慢了 知道吧 直接在这个基础上 直接转脚下 看了吧 此时的彭飞 心思都在军事训练上 机动大队刚刚所见 从各单位抽所的人员 素质不起 急需进行统一训练 而新的训练大纲 刚刚颁布实施 很多新的科目 都还没有赤头 弘飞更是想以 即将到来的比武为契机 使刚所建的机动大队 尽快形成战斗力 我说我们就做个病检 不要很长时间 我说你只要请半天假 就可以了 我说请半天假 我们就把病检结果 只是半天时间 后来就是说请了半天假 去做了一个病检 检查结果是孟丽娟 最不想看到的 彭飞被确诊为基底细胞癌 许尽快进行手术 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后 彭飞却决定推迟手术 我请假去做那个手术 他就是说 那个他不做 就是说等啊 等时间 他就等第五 我跟他讲 我说要么就九月份 比完五 刚好休假 休假回去 在家里做 一个人又不用 不用占时间 第二个人 治疗的时候 你这恢复的时候 刚好在家里休假 也好调养 他就不同意 我说不行 我说你不去请假 我就去跟你们领导请假 我说要不你自己去请 要不我去请 我说你自己看 后来他就说 他还是不愿意 他当时就说 过一两个月也没关系 我们八月份就比武了 因为当时比武 实际没有确定 我说八月份比武 那有可能就是又推迟呢 我说那你就总推迟下去 我说你一定要对比武 你现在比武还不确定 大家装好枪弹结合 然后在这个地方等 后来 他是我们救援干部 明以远听到这个事情 后来就跟我和政委就讲了 有这样的形式 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我内心是震撼的 所以后来我在 全体干部大脚爆会上 我是以命令的形式 我说彭飞 你必须去先治疗 我当时这样说的 往你的精神远远大于 比武竞赛名次这个本身 后来在这个情况下 那彭飞才开始休假 去治疗 后来领导说一定要去做 确实我心里就说 终于把他说通了 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做到的事 但是就是说 支队领导还是给他做通了工作 后来他做了手术之后 回来 当时的线啊 就是手术的线还没有拆掉 一回来就到训练场 他说我刚好到训练场考核 他们阶段性考核 我说你要不要再休息 我说你还没有好 他说没事 我用帽子摘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你帽子太小了 不行你带个草帽 他再带草帽不下 没关系 我说帽子刚好能够遮住 保持小队之间的间隔 前后距离 没办法阻止他们训练 就每天拿这个纸 就这样把这里折到 这里还包这个包 这样折到 因为我们甘州地区的 这个山多 针对这个特点呢 着重加强我们山林地的 普遍甘州研究 在野外条件上 怎么去训 怎么去练 怎么协同 正常人员报告 在前方 土林地带 发现两名爆裹目 持有长枪 进手 迅速查明情况 确定兵力部署 每次我们搞这些 危险性抠摸的时候 他都会亲自过去的时候 后来看到大大长头上 缓了一个杀布回来 然后大家才知道 然后大大长做手术去 前期还跟着我们在这个 比务场 风吹 越帅雨淋的 我们大家都很敬佩他 就是以身作者 对头作用 是真正都有 最佩服的地方 你们要去考虑 侦察队员 在这个大山里面 他方不方便 或者用采取器 在我们现有的装备条件上 我们这个战斗 在位的话 一般都是跟在训练场上 知道我们这个训练 然后天气又很热热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烈日人员下面 一般来说 做了手术之后 是不能出汗的 但是他那时候 头上还打着这个纱布 然后也是在跟大家一起 搞得这个训练 我们一般 练到这个科目来的时候 暂时都有一定的设计基础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让他 快速设计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尽可能快地 打完 打好 我们这个机动大队 刚成立 这个党委 包括其他中队 都在看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单位 能干的什么样子 感觉我们大队长身上 有一种这个服输的精神 我感觉这样才算一个 真正的军人 很欣慰吧 有一个这样的大队长 感觉我们机动大队 能往一个更高的层面 能够走得更远 好 本队 各个小队 动动快点 往前割锯 对我们之在讲 抓好练兵备战方面的 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 我们之在说 整个特征这块的训练 基础部队这块的训练 应该说它是 轻出了大量的行选 彭飞力气的样子 给刚刚所见的机动大队 注入了一种精神 一种力量 当初闪闪的红星 把彭飞带到部队 如今彭飞又把这种精神 传递给他所带的 每一位特战队员 我感觉有一句话 给我感触很深 欲强敌而涌过 欲弦主而自见 就是碰到任何困难 就是要坚持 只有坚持才有胜利 作为我们军人来讲 就必须要战胜一切困难 战胜一切敌人 这种能力和意志 要有这么一种坚持 任何时候困难面前 都是这样 就必须要战胜一切困难 就必须要战胜一切困难 都必须要战胜一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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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